这次台海周边的军事演习实施之后 G7外长和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 也发布联合声明指出 以一场访问为借口 在台海实施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 并不具有正当性 北约秘书长Stotenberg也表示说 Pelosi反台并不构成中国过度的反应 或威胁台湾或者是口吐威胁话语的理由 不过大陆外长王毅则是强硬的反击 说这份声明根本是废纸一张 王毅强调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 表态支持一中 反问说公理何在 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何在 我想请教蔡老师 G7的发言对于最近的局势 你觉得在这个时候 特别发了这样的一个共同声明 有帮助吗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台海双边真的万一发生军事冲突 G7能够发挥什么样的具体作用 我们先看一下最近的话 居士们的讲话实在是很大声 而且我们看到日本的话 一定是在这里面 我和居士们讲这些话的话 还有裴洛西来的话 大陆方面大概会担心一个事情 因为美国第三 位阶第三人都已经来了 其他人是不是陆陆续续就来了 那陆陆续续就来的话 那我们又会看到另外一个法案 那可能等一下各位观众会再 会去解释 日本也注意到这个了 我只是要解释一下 就是所谓的台湾政策法案 那就是台湾是不是要把它夹住 等一下未了 因为它这个最近最新 这个请跟我们看一下 也就是说 日本也有注意到这个一个意思 那从军力来讲的话 当然中国大陆它现在很大 那很大的话 可能美国它军力就会往下小 所以他们要找一个叫联盟的概念会出来 那G7的话它可能说 就派一些人过来 或是军监会过来 就产生一个联盟的一个概念 这是我们比较可以看得到的一个情况 那虽然说据下面对我们讲话会很多 那讲话大致都一样了 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的一个重要性 希望两岸是透过一个对话 和平去做一个解决 可是我们还是要从日本的防卫白鼻书的一个观点去做 站在台湾的角度来讲 我们现在变成是美中之间的竞争一个舞台了 这是我们自己要小心的地方 有一个国家在这时候 这两天也被大家关注 就是刚才顾委员特别提到 点名的这个澳洲 澳洲这次就显得有点安静了 这个澳洲总理阿贝尼斯 他这个被记者问到说 佩洛西访台 受到这个中俄美北韩的这些批评 那澳洲是不是应该也应该要展现一下支持呢 他简短的回应 他说美国跟台湾高层官员的交往程度 是他们的事 这个澳洲总理展现跟之前 那大家知道之前这个Morris是非常的站在抗中的这样一个立场 不过这次阿贝尼斯他的一个发言 那委员你怎么看他这个 对于这一次事件 他这么简短的一个回应 因为澳洲现在正在讨论他的国安的相关议题 那我认为他可能会修改那个 要采购八艘核动力潜艇这个方案 因为这个有点耗大喜功 而且不现实 他可能想要发展其他的 比如说做超高音速飞弹 其他的项目 而且这个2032年才能交第一座 而且美国目前的造船厂 速度还可能会拖到 所以我觉得澳大利亚大概在考虑这个 然后用这个议题来跟北京表示说 我有稍微谎和这样 那希望能够解除贸易战 我觉得目的还是这个部分 他让北京也知道说 我不会像之前Morris这样这么的强硬 我觉得很多人都在做态 比如说尹锡悦也是 尹锡悦你说那个没有中国方面的施压或沟通 我也不相信 说是完全他的个人 说我就不要见Pelosi 我觉得这不太可能 所以中方有施压 一定有啦 当然三星也有施压啦 因为 可是问题是 现在有很多事情都即将发生 比如说美国那个晶片联盟 8月底要召开第一次的工作会谈 你说chip ball那个 对 台积电跟三星还有SK海力士 你必须表态啊 韓国企业现在在散嘛 因为他们两家在中国的营收都将近30% 台积电比较低 台积电大概只有4% 所以韓国企业现在就在散啦 那到底会怎么处理 那还有刚刚我们老师讲到的台湾政策法 这个政策法影响很大 那现在就传出啦 说拜登政府想要叫那个议员策案 叫他不要审啦 不是暂停喔 是不要审 那9月就会见真章 9月 9月 关于这个 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好好聊 如果你刚刚提到台积电 今天我看到一个最新新闻就是有媒体报道说这个 张忠博在这个当时跟佩洛西的这个会面当中 语经四座 他说他不看好台积电到美国去设厂 这整个很多事了 对不对 然后刚才你也提到说澳洲要进行他的国防战略的探讨 进一步请教竞格 就是说Alpinist在中美之间 你觉得在他的这未来的国防政策的制定上面 他要怎么样在中美之间做一个拿捏 还有包括AUKUS会不会有影响 我想第一我们必须要了解 就是这个他不是一个中与美的选择题 而是一个深论题 他必须要符合澳洲的国家利益的指导原则 所以国防战略的检讨 他不是只有这两个项目 而且他所要指向的项目 包含这个大洋洲 周边或者整个世界的广泛 首先要定义对于他的整个国防的威胁是什么 所以他不是只是单纯的做两个 对不是这个选边的问题 所以我们不要搞错了 那至于AUKUS AUKUS因为已经有签了一定的就是协议 那这个他后面就是假如要破坏这个协议 他不像那个就是说跟这个法国潜见的那个有商约 这个协议基本上是个异项书 那这个异项书到底有没有可能会跳票 我是觉得你要看后续推动的就是说 你的本钱是如何 也就是说在美国的国防产能是不是可以满足 或者英国的国防产能能不能满足澳洲的需求 这是大家关切 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说光是靠政治的主观意愿说 我要或不要而是说你客观上就算想要你能不能做得到 或者就算不想要你会不会有很严重的后果 这是我们应该要去看这个事情的态度 OK相对于澳洲另外一个这个国家就是俄罗斯 我们来关注就是他是主动表态 俄罗斯这个上议院的一位资深议员他就表示说呢 叫贾巴罗夫他说如果中国对台湾开战 俄罗斯将会给予支持 而且他还说没有理由拒绝帮助中国的 他进一步表示说呢 随着俄乌战争持续进行 希望这种对中国的帮助会者或是双向的 这一句话有玄机 Ross你怎么看 这是他说俄罗斯愿意协助中国 那他们当然会给予支持 但是是希望是双向的 怎么解读 俄罗斯在这个打乌克兰这个战争 有获得很多中国的帮忙 至少是外交方面 因为中国没有公开签证俄罗斯 玛丽也有继续进行 中国继续进口俄罗斯的能源 所以俄罗斯在台海这个议题上支持中国 No one is surprised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可以预测的 大家会好奇是说 他说的给予的支持 你觉得是什么支持 到时候再说吧 因为打仗的话 俄罗斯派人力或其他的帮助来支持中国 当然是不能排除 而且我想或许张静老师会有不同的意见 俄罗斯也到时候 如果如果做下这个决定也不怕什么 怕北约会进来吗 有可能吗 日本会因为俄罗斯来帮中国 日本就会进来打仗跟美国打仗吗 这也是不一定的 俄罗斯不会在意 俄罗斯就是不用怕什么 真的 派人或其他的装备给中国 他们不用怕什么 就是nothing to lose的概念 对 nothing to be afraid of 真的 那国务员你怎么看 我们刚刚讲说双向的这个帮助 俄罗斯需要很多中方提供的电子零组件 比如说举例 现在民航机 俄罗斯的民航机 现在中方已经卖了 这个已经在灰色地带了 对 因为民航机跟军机有时候是互相沿用的 那中方现在跟美国现在关系这么差 可能就有更多的领主件他就提供 本来他本来在很多 因为我们知道3月18号 拜习第三次的通话 这是第四次 那一次中方就履行了他的承诺 他不均援俄罗斯 可是他眼看美国都没有履行你的承诺 那我干嘛去履行我不均援俄罗斯的承诺 所以这里当然有可能发生变化 还有最近有新闻说 北韩也会派兵到乌克兰去 这个应该是中国也是同意 如果中国反对的话 北韩怎么可能会做这个动作 所以给俄罗斯会提供 中国的支持是什么样的性质 我觉得我要从另外一个观点来审视这个问题 我们因为有俄乌战争的时候 我们这个政府一边倒 那我们请问一下 我们有没有从俄罗斯莫斯克把我们代表处撤回来 我们有没有关掉俄罗斯的在台北的代表处 我觉得大家要好好审视 我们跟俄罗斯有一定的互动程度 而且也有很多商务的合约 而且还有文化的交流 只是政府刻意的去压抑 然后就说在宣传站上说 好像今天不去挺乌克兰 就是说最大万级 你就最大二级 你不是不爱台如何如何 当时是拿就是文革式的运动方式来做 这个基本上来讲 俄罗斯也是大家各交各的朋友 他对于台湾而言 他有他的利益 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一点 那他也觉得在担心两岸冲突的时候 俄罗斯在台湾的利益会受到影响 所以假如这样子的话 因为我最近才跟俄国朋友谈过这个事 我的答案是 请参阅反分裂国家法第九条 只要有任何毁坏 这个中国方面会负责赔偿 他看了之后他感觉心里很放心 所以我们要知道 就是说我们思想不是那么单元的 我们在处理俄乌战争的时候 我们政府拿出那种 非黑即白是不对的 所以像这个俄罗斯 其实他跟那个中国大陆在讲说 你假如在这个时候 他也希望是双向 其实那个双向是暗示 他在台湾也有一定程度的利益 这一点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我们希望在国际社会 这种生存的环境之中 是朋友越多越好 即使有很多朋友 也有那种很困难 进退两难的地步 但我们不要说是什么非黑即白 一定好要完全看着谁 这完全要一面倒的去倒向美国 去来设计我们的外交战略是错误的 我补充一下 这个是俄罗斯第一次表态 说陶海战争站在大陆那边 他以前从来没有讲过这种话 这代表了 不过他以前不愿意站边 他甚至不一定支持统一 他只是说你的一中 我不会去挑战 可是他不一定会支持你的统一行动 他现在是讲明了 这已经表态了 但是普京不是去年12月说 我相信如果中国押的话 就可以很快通 就是那个时候开始 对 就那个时候开始 所以这个就是台湾当局 现在必须要去小心处理的 你什么时候到北京 只有北京的人讲叫台湾当局 等一下回来我们要 谁可以当密室 对吧 这可以当密室 对 我应该不适合做密室 等一下回来就来关注的 另外一个跟台湾相关的重要法案 台湾政策法案 马上回来